在台北市只有可能用一桶金 一百万就可以买到房子吗 最近就出现一笔 为在台北市万方医院附近的 五十年透天簇就卖一百万 不过只能买到地上权而已 专家表示说地上权物卷算很便宜 投报率也高 但因为不好转手 加上也没有办法跟银行贷款 投资风险相对也比较高 大马路口人来人往 这里是北市万方医院附近 也是房市交易热门地区 如今更出现一笔稀有物件 监云外方医院站一出站 对面就是许多的餐厅和商家 小吃邻里生活机能非常方便 而在这附近最近就出现了一栋 偷天错 现在只要一百万元就能买到 应该不太可能吧 现在很少会有一百万的房子 因为跟市场价不合 没有土地权或是房子有问题 一桶金买北市房屋 民众直呼不可能 据了解这栋透天错是山房良厅的五十年老屋 不过只出售地上泉 也就是说土地不归买家所有 但或许是价格太便宜 刊登后随即秒杀下架 周边的公寓大概都是四十万以上起跳 那如果说是电梯大楼来说的话 大概是五十万以上 成本很低 所以它的一个投报率会是在三%以上 若以月租一点五万元来计算 一年租金十八万 等于出租不到六年就可以回本 不过专家也表示地上全物件 持有越久残值越低 加上大多无法贷款投资风险较高 第一个而言你的自备款的部分要相对比较多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我们会建议地点一定要相对比较好 可以再去额外去做一些规划 那当然如果说是长期持有的话 可能要注意到这种所谓转手性 或者是说价值越来越低的问题 它未来如果可能有一些改建都更的话 它几乎是没有办法主张自己的一些权益 老屋首首杯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 也有一间43年的老公寓 总坪数接近16坪 总价更只要65万元 虽然便宜老屋风险高 但在寸土寸金的台北仍有一定吸引力 东森财新闻 李莫山中文瑞台北采访报道 的确寸土寸君的台北 房价高不可搬 更不用说为在淡黄区的信义区了 就算租个雅房 以月租金动辄要花一万块钱以上 不过现在租房网上面 却出现一个月租金两千左右的物件 但是整体看 它的空间只有两坪大 等于放了一张船 就几乎没空间走路 走在永吉路的巷道内 可以感受到非常的安静 只是这里其实靠近了信义商圈 以及市政府捷运站 生活机能非常的不错 而且租金行情大约要八千到一万块左右 但是这里有个物件竟然只要二字头 大门一开直接迎接床铺 等于测税转个身就是面对这门口 旁边还摆了柜子 中间缝隙大约只有手掌大小 迷你亚房只有两坪大 月租金两千二 虽然租金是蛮划算的 对啊 但还是舒服一点比较重要 居住起来的感觉还是比较重要 而且整体的感觉会 就是觉得好像被关在里面的 虽然便宜 但是坪数实在太小 只是地段还算精华 走路五分钟就有小吃美食 而且距离永春和市府站都不用十分钟 想要搭火车走个十五分钟就到松山车站 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这个价位 其实就是当地的市场行情 可是因为它的频数比较小 所以总租金其实它是很低的 在台北市是很难找到大概三千元以下是以这种住宅为主的这个出租物件 因为三千元以下大致上大概都是车位这种物件 房东靠低总价稀客 而在万华也有两坪的亚房月租三千七百元 虽然单平价格逼近两千元 但是标榜可以入户籍也成为优势 总价大概只有不到五千块 这个价位其实对于一般的父母 如果说他们想要设学籍 或者是一般可以去申请这种比较收入 租金补贴的这些民众来说 这样的租金水位当然都还是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空间大小差强人意 但或许靠着低总价和入户籍的优势 也能找到租客愿意买单 东森财经新闻学校主杨超成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深受台湾消费者喜欢的美式大卖场 现在又开始卖起车子了 这次卖的是可以上山越野的皮卡车 比原价便宜了五万块 成功的创造话题 而另外一头呢 包含欧洲日本车商也都打出了降价优惠 要来拼买气 最高一口气居然降了52万 走进美式卖场商品琳琅满目 东挑挑西旋旋就连这么大一台的皮卡车都能买得到 双箱四人座硬派外观 限量只卖40台 原价104.8万 但放到卖场卖杀到百万有找很有诚意 只是不知道合不合民众口味 不一定说一定要去车行看还是那个 而且所以美式卖场会比较便宜吧 可以参考 因为它应该还是会有退货的机制这样子 这肯定也是大家的疑问 那买了开不喜欢可以说退就退吗 特殊商品啊 像这种客制化商品是不能做退货的服务哦 不管怎么样 有话题就算有热度 毕竟在年后淡季促销优惠没给足 要充满气哪这么简单 双层玻璃呢增加隔音效果 而且它还配有相当贴心 16项可以调整的电动座椅 不过呢 其实这一台车真正的亮点呢 它是一台可以插电的油电车 而且在纯电模式下呢 可以行驶45公里 现在还一口气降价52万 Vovo另台全油车也搭降62万 全台只剩一台 而Suzuki收旅搭配旧换新后 从87万降到75万 中华这台轿车则降价2万元 除了现金优惠 配件金也很赶给 B&W5系列车款 大手笔送18.2万配备 纳志捷GT收旅则免费升级10万配备 21年的话国产的明星车款 大改款新车会比较欠缺 但是在进口的车厂部分 有很多的小改款 甚至一些大改款的新车会上市 所以我觉得还是抱以乐观 我觉得这个销量还是可以维持去年左右的水准 2月新车零排总数2.72万辆比预期还要好 3月立平淡季不淡 毕竟晶片大缺的情形下 还喊出全年44万辆成机 可千万不能漏气 另外这个月好多的科技迷都在期待苹果的春季发表会要登场了 不过苹果却宣布旗下的桌机iMac Pro要停产 外界认为是在为新一代的电脑铺路 算如此知名分析师郭明其他最新的爆料 苹果接下来将聚焦在MR混合时镜和AR扩增时镜上面 甚至有机会会推出AR的隐形眼镜 圆弧方形机身搭配三眼怪镜头以及金属感边框 这是苹果iPhone 13的最新叠照 甚至有外媒爆料i13加搭载A15晶片 而且刘海将大幅缩小 新的iPhone会最可能有减少线线 因为有些面团的电脑机 和大量的电脑机 根据知名分析师郭明其表示 即将面世的iPhone 13阵容将有四种型号和荧幕大小 包括5.4寸的iPhone 13 mini和6.7寸的Pro Max 而镜头方面也将有大升级 另外郭明其还表示 苹果下一个重点将放在MR混合实镜和AR扩增实镜上 Apple plans to release a futuristic headset for gaming entertainment This headset is going to be a mix of AR and VR This headset will have eye tracking 8K displays 不只如此 据传国迷敲碗已久的Apple Glasses也将在2025年推出 不过最令人感到好奇的是 苹果将推出AR隐形眼镜 Apple may release augmented reality contact lenses in 2030s 尽管苹果接下来可能推出多款高科技产品 但却在7日宣布2017年推出的一体式桌机iMac Pro 将停产走入历史 甚至在官网上已经出现数量有限 先买先赢的字样 外界则认为 苹果可能是在为下一代搭载自家晶片的iMac铺路 不过苹果今年将推出什么样的新科技产品 让全球拭目以待 动森财机新闻 张张黄富翔综合报道 和你我的民生用水都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新竹地区的水情非常吃紧 工艺科学园区以及民生用水的保山水库 保二水库看到这照片 接着来这个蓄水量每天都创下新低 都快要干掉了 分别预计不到一个月或两个月就会接连见底 这缺水危机让政府要祭出掉水的措施 也不排除会开挖科学园区的地下水井来救水情 新竹地区水情吃紧保三水库跟保二水库近日 每天蓄水量都创历史新低 该怎么救水也引来关注 保三水库因为持续缺水干到快要见底 原本在烟幕区内的小庙因此露出水面 这是民国70年水库动工前所建造的 还有水底下的残破民宅随之曝光 也代表着缺水井市 而另一头其中这处比较高级的草堆 之前会被丰沛的水量淹过 原本这红色建筑是水位正常时会附在水面上 里头摆放船铁让水库诊员例行搭乘 来巡视水库周遭 如今水位低到露出大面积湖底 然后再转到新竹另一座保二水库 这里常有不少民众前来散步拍照 但现在水位量低到让民众很有感 去年是台湾56年来 首次没有台风过境 这让许多水库面临缺水危机 造成的冲击包含部分地区的农地休耕 那么另外像是保山保二水库 每天供应新竹科学园区15万吨的用水 如此一来会对200多家厂商造成冲击 目前保山水库蓄水率19% 预计不到一个月见底 而保二水库蓄水率12.7% 则预计两个月就见底 不进击救水措施包含人工增余 但是效益有限 另外每天从石门水库掉是20万公吨 也沿你新竹科学园区遭地下水井 但是这也只要来争议 得经过环评审查 确认不会导致地层下陷等情况才可行 如果真的实行 也将在这波缺水危机解除后 风景停止使用 也就是说 短时间内难以用这方法来救水 这严峻的缺水危机该如何度过 是当今政府与人民面临的一大口题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全球晶片大缺货 全台湾前三大的IC设计厂商 包含了连发科 连勇跟瑞誉 都传出被客户追着跑 甚至还打破惯例 现在就和晶圆代工下了明年第一季的头片订单 部分IC设计业者也提前要吹起第二波的涨价潮 5G手机强大 光是2月底至3月就有10支 新机发表 需求强劲也让晶片缺货情势加剧 手机晶片一颗连发科 传出未强产能 破天荒向晶圆代工厂提前下单 的确半导理未来还是一个 很有成长机会的产业 那希望说我们抓住这个产业 在这个基础上能继续做得更好 早在今年一开工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就看好 今年营运将持续向上 另外联勇瑞玉也都传出被客户追着跑 而且不约而同 现在旧汉晶圆代工厂预约一年后的产能 显示定三能见度都已经达到明年第一季 而其他IC设计业也提前吹起二次涨价风潮 包括触控与驱动整合IC二哥敦泰 都将调升报价 就连即将在六月出任高通执行长的艾蒙都说 晶片荒让他无法好好睡觉 凸显了这波半导体缺货潮 影响的已经不是汽车产业 也蔓延到其他终端市场 东森财经新闻叶子金杨昭综合报导 今天震撼全球的消息 英国哈利王子夫妇的专访在美国今天上午九点的时候首播了 两人大爆王室的内幕 尤其梅根更是畅所欲言 外传他婚礼前因为花童的服装逼哭凯特 梅根委屈的回应说 其实被弄哭的人是自己 梅根还表示自己的非议血统被歧视 怀孕时王室成员就多次讨论说 他儿子雅气的肤色到底会有多黑呢 让他难以接受 诚心状况陷入绝境 一度还动了轻声的念头 哈利每个夫妻大爆王室内幕 外传他大婚前把凯特王妃逼哭 每个喊冤说哭的人其实是她 梅根希望媒体别搞分话 还提到自己的非议血统被歧视 儿子雅气在出生前就遭到差别对待 让他好受伤 梅根拒绝透露谁讲出这些话 因为伤害太大 更曾绝望到一度动了轻声咽头 而当哈利被问到脱离王室的终极理由 他这样说 强调离开王室绝非先斩后奏 是求助无门下的选择 而夫妻俩也在访谈中 大方透露第二胎的性别 外传CBS起码砸了七百万美元 近台币两亿的天价授权金 才向欧普拉制作公司取得专访首播权 而梅根透露这次受访没拿任何酬劳 巧合的是节目播出前 英国女王和威廉夫妇为大英国协日献身 物与团结同时也都穿上一身皇家正统蓝 让这波王室隔空大斗法更有话题 端水鬼中心综合报道 日本政府宣布要延长首都圈的紧急事态宣言 不过因为假日东京气温变好了 民众都跑上街头玩 让专家又开始担心 年轻人穿上和服 在东京迪士尼里参加成人事 日本政府日前延长了首都圈的紧急事态宣言 但六号东京街头的人潮却是不减反增 到处都是人山人海 虽然同一时间疫苗也正在持续的接种 不过现在却传出一名日本女性 接种辉瑞疫苗后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这名女性是日本的第三例 施打疫苗后的过敏案例 过去这名女性曾经因为食物和动物等因素 发生了过敏现象 接受治疗后目前状况已经好转 但仍在住院观察当中 医疗机关证实 这起过敏的个案与施打疫苗有关 而现在全球各国的接种计划 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接种后的状况也是不断的出现 奥地利7号暂停了施打AZ疫苗 主因就在一名49岁的妇女接种疫苗后 发生了凝血功能障碍而死亡 而另一名35岁的妇女 则出现了肺栓腮的症状 目前正在康复当中 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证实 两人的症状是由疫苗所造成 但为了保险起见 官方决定暂停接种同批号的AZ疫苗 民众高举力排欢呼 同一天在美国的爱达河州 有一百多名的家长 带着子女来到议会大厦前 烧毁多个口罩 来表达不满地方政府 强制民众戴口罩的防疫措施 虽然抗疫人士认为 口罩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但这样的举动 恐怕只会在回归正常生活的路上 增添了更多的阻碍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位在基隆的敦南科技间中午的时候 变电箱突然起火燃烧 引燃一旁放氨水的化学槽 现场窜出了大量浓烟 黑色浓烟不断从窗户窜出 五层楼的建筑物顶楼同样可见 阵阵灰烟冲向天际 经销货报前往救援 失火的就是位在基隆大五轮工业区内的 分离式原建大厂敦南科技 员工听到爆炸声响赶紧自行离开厂房 消防人员也在第一时间将四五十名员工疏散 聚集在旁边工厂等待状况 随后以泡沫罐救火 最后在下午一点三十分顺利扑灭火势 而造成火灾的原因是变电箱起火 那个下午是因为他们的变电箱起火 然后引燃旁边的一个化学槽 那目前那个化学槽它的一些 氨水部分我们都控制住了 也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也没有人员的伤亡 敦南科技原为上市公司 后来被台湾达尔科技并购 成为百分之百持股子公司 于去年十一月下市 而这在发生火警的同时 敦南也传出前董事长宋公元 也就是光宝创办人 被人指控当初的并购案 涉嫌内线交易 利用假外资从中赚取六千万 检掉今天也缤纷十三路搜索约谈 讯后不排除寄出强制处分 东森财经新闻 叶子金杨昭旅国宝 基隆台北采访报导 小状态